大家好,今天就想講講這個閒談的系列 上一次就講了第一份出來做的工作 對上講的就是這個工作 這次也是跟工作有關的 那就是第三份我的工作是什麼呢 而可能會有人問,為什麼不問第二份,而是第三份 因為我覺得第三份的趣味性會高一點,大家想知道的程度可能會 大家想知道那個好奇心會大一點 所以我就講第三份,第二份就是其實,稍後再講有機會 那講第三份做些什麼,其實在第三份 還沒做第三份之前,其實我是一個... 廢青 其實我想不想改變呢?當時當然是想改變 那怎樣改變呢?我就是在Facebook 有一些招工作群 Job群,我就加入了兩至三個左右 或者是四個左右的群 然後定時定後就看看有哪些好東西 那我記得當時我又找過一些什麼餐廳 打過電話去問,通常他們都不聽電話 很有性格 不過這些可能就是一些工作社會上的小經驗 譬如你打不通電話的話,你不要再打 因為他有機會就是... 請了人,我自己心想 或者可能他真的沒有空 這些我就不管,我多數都是歸納 他是請了人 那我就不會理 那我記得我曾經打過的電話 就是在餐廳打電話 那他也是沒有回覆我的 還有些什麼呢? 餐廳 多數都是餐廳 然後還有元氣 元氣我都試過的 但是我當時就是很白癡地 嗯... 就是他有給... 哪一天方便,哪一天不方便 那我好像填了星期... 星期日,一天假期 然後其餘都OK 然後他就沒有打電話來 又不知道什麼原因 因為... 可能是見我... 這傢伙選一天假期 都不方是工作 所以就沒有請我 我記得我曾經去... 去打過電話 在一間餐廳 還有上門見過元氣 然後其他就沒有了 然後其他就不太記得了 然後我就去... 開始follow一些Facebook的群 Drop群 然後還有這個勞工處的網站 看看哪裡都有些文章 然後呢... 在下一次我就找了一份工作 就在這個勞工處 不是在Facebook的群 就找到一份... 他就說... 是一份叫做打自圓 打自圓 那為什麼我會選打自圓呢 因為其實他那個... 要求不算太高 那當時我自己的話呢 只是需要... 很少... 即是怎麼說呢 不需要... 太多錢 不需要... 太多錢 可能辛苦一點點的話 其實... 普普通通啦 不... 不需要太辛苦 也不是太輕鬆的那些 認識到朋友 可能有些同事 互相照顧一下 有一個... 有一個的圈子 我覺得... 工作的圈子其實我覺得都不錯 所以就... 建了這份了 那... 還有呢... 嗯... 即是... 講打自來說呢 有話想說的 其實在之前上學的時候呢 我就... 曾經拿過這個打自比賽第一 但是... 打自比賽第一的... 那個比賽的內容呢 我參加人數其實只有兩個 兩個 但是我還是拿到第一 對了 拿到第一 當然啦 其實都... 不算太難的 對了 但是拿到第一 都... 挺厲害的 還有我記得當時第一的獎品 是一個USB 好像是8GB 還是16GB 對於一個學生來說 8GB、16GB 都是一個挺奢侈的東西 算不算 我不知道 現在的學生都在用100多 200GB的iPhone 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現在有些... 對了 然後呢 嗯... 那我記得呢 那時候呢 打字比賽都是打中文的 所以我就拿到第一 因為打字 打中文來說 我都算OK的 正正常常 普普通通中文字 我都打到的 好像是古文那些 那我就拿到第一 然後呢 我就看到有這個打字的工作 想見一下 因為其實它的中英文要求呢 是不知道四、五十字而已 每分鐘四、五十字 但是我記得我... 應該打到他 四、五十以上 中英都 沒錯 那我就見了 那我記得見的時候 就傳了... 好像是傳了履歷 然後他就回覆我 等等 然後就打電話叫我來見等等 然後呢 就去了官堂 一個工業區 類似... 那些工廠大廈 然後呢 就去到工廠大廈 那些工廠大廈 就是一間類似studio 但是你不會知道哪一間是 所以我就打了電話給其... 打了那個打...聯絡我那個人 對 那一進去的時候 就交了一些學歷等等 或者一些身份證之類 那之後呢 他就給了一個臨時測驗給我的 好像不是臨時 好像是本身有說定 一個測驗 測試 就是測試我每分鐘 可以打到多少中英文字 我記得當時是打些什麼呢 類似一些... 新聞時事 大概是新聞時事的文章 我記得當時我是打到 每分鐘一百多... 二百個字的 中文就一百以上 就一定可以 每分鐘 英文就不記得 是不是可以二百左右 但是一定有一百以上 那他就... 都... OK的 他就說OK打得不錯 然後呢 他就... 說可以上班了 我記得當時呢 都OK啦 因為始終... 沒有上班 就是... 開始上班 都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什麼呢 一個新的開始 對,一個新的開始 那他就叫我去那個工... 工...廠... 區... 工業區 對 去那個工業區 去... 上去 然後... 開工 那我記得當時呢 我是提早了半個小時去的 提早了半個小時去 然後呢 他就叫我到我的時候 就聯絡某一個人 他給了一個電話 我聯絡某一個人 那我到的時候呢 聯絡那個人呢 那那個人呢 是沒有... 沒有... 聽到啦 我打了很多次 他都沒有回覆我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 然後我就... 其實是被人玩 還是什麼鬼的呢 這麼久又沒有人聽 又成... 然後在那個門口 吃西北風 那時候還要涼涼的 吃西北風 然後呢 等到差不多九點了 因為他... 我記得他當時是約九點的 好像八點十十一左右 然後呢 打電話他才有人回覆 有人承認 然後就說 噢... 那你自己上來吧 他叫我自己上來 然後呢 他就... 接我啦 在他的... 不知道多少樓上 接我啦 那他呢 就... 放下了一些東西在Locker 然後就帶了一間電腦房等等 電腦房等等 那就開始了這個打字的工作 可能大家會有些疑問 那打字其實是打什麼的呢 對啦 那我記得呢 打的字呢 不外乎 數字 對啦 你以為打字是中英文 加數字 但我很肯定告訴你 是只有數字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他要測中英文 中英文的... 那個... 打字速度 對啦 那打什麼數字呢 就不是普通普通就這樣打數字 那他的數字呢 就是一些... 還有英文 沒有中文一定 英文可能會有... 可能會有... 但是... 英文就甚少 最多就是數字 當時打什麼數字呢 就是一些... 強積金的一些資料 或者金額那些等等 或者人名那些 我記得是人名、金額等等 還有它是一些... 什麼工作等等 各方面的一些細節要輸入的 那些文字 對啦 不外乎都是英文和數字 沒有中文的 那... 每天都是這樣打 我記得當時是9點 接著放6點 差不多 差不多 回9放6左右 那... 在中間有個吃飯時間 大約12點至1點左右 我不知道 我忘了一個小時 還是半個小時 那是出去... 就是出去電腦室 然後外面就有個小的房間 房間裡面有個微波爐 那個就是飯堂等等 不是飯堂 叫做普通的房間給大家吃飯 那... 我記得就是... 因為它那裡沒有一些... 餐廳可以吃的 所以那時候我每天都帶飯 在焗著要帶飯 因為它沒有其他食物 當時我記得我也是... 煮了一些不知什麼小的東西 可能是三文治等等... 那些... 小的食物 那就不知了 我多數... 因為那時候我就... 怕...怕...怕老 對... 很膽怯的 對... 小時候我就很膽怯的 就是很... 就是... 內向情況比現在更加嚴重 對... 然後就... 不太會跟人說話 然後又... 很多東西都不... 可能... 一些基本的設備 可能很可以用的 但我都沒有用 對... 所以我就沒有用過微波爐吃飯 坐在一旁 對... 對... 吃完飯之後就回去 吃飯的時候有電話用的 吃完飯回到電腦房就沒有電話用的 因為它開工的時候就不允許用電話 原因就是它可能... 那些個人資料私隱那些 就不允許外洩的 所以就要把我的電話放入Blocker 有時候都記得有一次我就沒有... 沒有放到 但是就放了一個褲袋 在去廁所的時候就拿出來用 對... 那我就不會說特意去拿來... 拿來去... 抄那些資料 那些外市資料 就不會的 對... 那麼... 大概工作就是這樣 這樣之後呢 吃完飯之後就繼續做 做到5點多6點 然後就下班 好像... 我記得好像是打卡的 是不是打卡呢 我記得好像是打卡的 然後就出去了 然後在工廠區出去了市區 然後回家 然後待我維持了一個星期之後 我就決定不做 那為什麼不做呢 那我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些是... 即是它跟我說過 它這個就是一個星期 做一個星期的 如果你做得好就一直做下去 對... 那... 初頭我以為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後來我就... 知道 其實這些是屬於外判的公司 對... 那... 它吃水心之餘 還要是... 即是怎麼說呢 即是我覺得它是吃水心 然後就很... 對... 吃水心 除了這個已經是很大的原因 對... 即是... 明明你有... 可能你... 譬如你地判一天 你一天應該是1000元 但是吃水心吃了你三四百 那一天沒有那三四百 其實差不多圍賣本 都已經幾千元 所以我就是這個吃水心的原因 就沒有其中一個 這個是... 那第二個的原因就是... 那... 剛才都說過 它是一間外判公司 來的嘛 那外判公司的話 那可能A... 就是老闆A 接著就... 外判可能我 外判我去... 可能去... 這個... 銅鑼灣 然後第二天又去灣仔 然後第二天又去西環 那樣 那我覺得其實這些類型的呢 其實我不是很適合的 因為... 我自己覺得呢 上班呢 真的不只是為工... 為錢的 如果真的為錢的話 我不是在這裡做啦 對不對 即是我想... 我想... 不算太輕鬆 又認識到人啦 又... 嗯... 起碼自己做得OK 開心 覺得... 值得的 那才會考慮啦 但是在那裡... 首先你找不到一個聊天的人啦 或者可能我那時候內向聊不到啦 但是其實... 怎麼聊天呢 老實說 在一個電腦房裡面都很難聊 除非... 嗯... 除非真的類似同事那樣 因為那些就真的好像外判 那些外人那樣 真的外人 陌生人那樣 對啦 可能你過多幾天 然後就... 噢... 他根本... 過多幾天他都不見了啦 對啦 那你還... 還怎樣去聊下去啊 又成的那些 那些 我就覺得這些的... 形式的工作 不太適合我啦 對啦 因為他沒有一個工作的圈子 對啦 說著支持我胃肯呢 即使有多差都好 我都有一班朋友 有班同事 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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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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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沒有可能做到的 因為全部陌生人哪一個跟你做 對啦 那所以... 或者是我一個星期太少了 別人都不認識我 所以就沒有加到 那這個也是我其中一個理由 那第三個原因就是... 嗯... 第三個原因是什麼呢 讓我想想一下 第三個原因可能就是... 沒有啦 其實以上那兩個已經足夠 令我覺得這份工作不太好 對啦 因為他... 他這一份其實是屬於一些... Felance 他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譬如那一天 我剛巧原來有這個倉務 那你去做倉務 那一天原來有打字 那你去打字呢 那就是這樣 不是固定死 因為我本來以為是一個固定的工作 固定的地方 一班固定的同事一起去... 打字等等各方面 但原來不是他一個外判 那所以呢 給我的印象 給我的感覺就不是那麼好 就是他外判得來 吃一筆水 然後又沒有一個好的同事 那這樣的工作環境 其實都不是那麼特別好 我自己覺得 所以就... 做完一個星期之後 他有過數給我 我記得好像千... 我做了五天 好像有千七還是千五 那大家自己計一天有多少 我忘記有多少 我記得一千七...一千七左右 千七、千八左右 大概是這個價錢 然後他打給我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說... 我可能不做 然後他就問我為什麼 這個東西我很記得 大家聽著這個東西很重要 我跟他說我不做 然後他問我為什麼 然後我又用了... 我的必殺技 大家有看我... 這個第一份出來做狗位工作的影片 都知道我 我一招必殺技 就是... 我媽不讓我做 然後呢... 你知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這個東西我記了一輩子 對了 然後他吸我線 立刻吸我線 我說完之後呢 他0.5秒左右 真的... 真的不是誇張 他0.5秒左右就立刻了 立刻了我線 我真的...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做錯了什麼 第一時間是這樣想 因為那時候我... 我是內向的人 我是內向的人 不會想到... 嘩... 是我問題還是你問題 是不是你有問題 等等那方面 但是當時的我當然就問 是不是我有問題 就是覺得... 難道是我的問題 然後我就沒有理會他 然後他就沒有回覆我 或者是沒有再找我 大致上是這樣 嗯... 那我就覺得... 嘩... 怎樣... 如果我線這麼沒有禮貌 為什麼可以這麼沒有禮貌 然後我也沒有理會他 對了 那為什麼... 就是... 吸人線這個沒有禮貌 因為... 其實吸人線這個動作呢 我自己覺得... 或者是一個我自己個人的知識 就是... 其實如果你把電話放在耳朵上 其實是不可能說有什麼借口 就是說你臉部磨到那個按鈕 令到那個 smartphone 那個智能電話就... 關掉那個通話 我就覺得沒什麼可能 所以其實他是專門吸人線 吸人線的 對了 嗯... 那也是這件事令我非常之深刻 我還記得那個... 那個什麼呢... 嗯... 不記得公司名字了 但是如果你騷出來我就會... 我就會有印象 哦...是這間公司的 是這間公司的 對了 嗯... 那然後呢 我就記得... 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就沒有一個好的工作環境 人工又少 又外判 對... 然後... 那些同事又好像... 那些同事不可以說是同事 是完全是陌生人 對... 因為有時候你不知道... 哦... 今天可能是A 明天可能是C 咦? C你哪位? 我都不認識你 哈? 來了一個月的你不知道嗎? 對... 大概就會是這樣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就不太喜歡這些 對... 你要調我去第二個工作環境不要緊 但是你首先... 有一些人要在那裡固定了 就是固定了那些人 如果不是的話就會覺得... 嘩... 好沒有一個... 好沒有一個實感 真的... 我不知道怎麼說 對... 不懂怎麼說 然後呢 我記得去年... 不知道是去年還是前年呢 他就... 有個電話打來的 然後他問我... 咦... 我們現在正聘人家 我說不用了 沒有這個考慮 然後我... 我記得很有印象 他打多一次來的 我... 咳... 他打多一次來問我 我說不用了 沒有這個考慮 因為其實... 當時我... 他打來的時候 我已經在做另一份 第四份... 好像是第四份工作 那經過第四份工作之後 我都徹底地長大 所有的知識 其實都是第四份路學的 對... 那第四份是些什麼 大家可能在直播上都說過 直播上我也有提及過 大家都可能猜到 但是就... 暫時不公開了 下一條片再說第四份是些什麼工作 沒錯 那這次主要是說第三份 這個打字緣的工作 那... 本身我以為打字緣其實是很輕鬆的工作 還有就... 可能有一個固定的office 然後就可能是... 就這樣打一些文件 打一些報告進去 那就算了 但原來不是的 還要到處去... 可能那裡有drop接就去那裡 然後可能... 哦... 明天是第二處 然後後天又去第二處 這樣... 真的給我感覺不太好 你不是地盤 你地盤的話... 你地盤的話... 你要到處去沒什麼所謂 因為你高雲工之餘 那... 你不是做死一個地方的 地盤 例如... 你類似工程師 你都不是做死的同一個單位 你裝修的 你都不只是裝修 哦... 陳帶你的單位沒有東西嗎? 不如我幫你看一下 每天幫你檢查一下 每天收回你的檢查費 陳帶都坐你有味 是不是 那些裝修的都... 都是周圍變來變去的 但是打字的那些變來變去 就真的... 我也不知道做什麼 打字的那些... 他的需求應該都大 因為打字其實我覺得... 啊... 還有一件事可以說一下 打字那些我記得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年輕人 很多都是年輕人 我不知道他們是大學生 還是... 還是什麼呢? 當時我已經在想 這幫人是大學生 還是什麼呢? 我真的很好奇 現在都覺得... 現在都很好奇地想 他是大學生 還是真的... 真的有空沒東西做才做那些 因為其實薪金又不夠 或者可能呢 或者可能他們是那個公司的 隸屬公司的旗下的員工 所以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而我只是一個外人 外判身份進去工作 所以我就沒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就是一個同事feel 同事圈子feel 可能就是這樣 對了 今次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這一份就是第三份的工作 這份算不算是做狗的工作呢? 其實都不算 只不過是沒有錢 又沒有錢 又沒有錢 又學不到工作 其實我覺得工作呢 咳咳 賺錢呢 都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是 你賺錢得來 你要學到東西 有一個一技的旁身 要不然 你做完事 做完事就是為錢的 那我用不著做它 我做地盤那些大把工 一千塊一日 用不著你一個月才得一千多元 就是 薪水那樣 薪水那樣多 薪水那樣 不會啦 是不是 我最主要就是想學一下東西 然後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不算太辛苦 辛苦一點點不要緊 辛苦一點點不要緊 但是就 嗯 就是不要說不公平那些 我之前都說過 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就是為了我的一份都說過 你如果工作 你這些分配不公的話 我真的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那我自己工作的話 就 最希望就是有 不算太高的工資 相對來說 可能偶爾有一點辛苦 沒什麼所謂 然後就有一個 同事的勸子 這件事很重要 上班最重要是同事的勸子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 嗯 嗯 那不如做地盤 對 地盤也是一個人 地盤多數都是一個人自己做 或者多一個師傅教你做 你這樣要塗那些地下 或者是用那些 用那些 那些什麼 那些 就是萬能膠 擠槍那些 入膠那些 對 都是那些 對 那不如做那些更好 使不來打字 老實說 對 那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講其他主題 那你想我講什麼主題 都在下面留言 那我都會看的 大家留言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